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朋友 大家找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台北股市今天早上开盘 维持既有的和服市场的预期 目前加权指数上涨62点 来到11417点 418点 面对台股接下来该怎么看 一样我个人比较偏好 因为每个人的方式不同 有些人叫下额上 下额上就是说 我从最基本的从个股开始看 然后从个股看到整个大盘 往上看到国际股市等等 一般我比较习惯就是说上额下 就是说从国际股市 从领先指标开始做观察 最后我们再推论到 哪些个股会比较有机会做表态 市场本周好不好 若讲本周 本周观察的重点 应该是以接下来 明天后天到后天 陆续要召开法说会的电子股 我就举几档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一个叫2409的友达 所以金明两天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标的 或者是2344的滑胖店 因为接下来要展开 召开法说会 这些个股也最主要受到 所谓这次武汉肺炎的一个正向 对他们来讲都有转弹效应 所以股下表现应该不会太差 所以各位可以当做一个观察的重要标的 第二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去观察国际股市 这个从这张图各位看一下 我们去观察国际股市 特别是昨晚的美股 长海米国构期 长海米国构期中场 中场收在28399点 也就是说我往上方 道琼上面画一条线 下面画一条线好不好 上方画的这条线叫28649 下园你把它画出一条线叫2828 那28399是不是刚好在中间 对你说你故意画的 我没有我是照着真实 来各位请看这个叫VIX恐慌指数 那各位一定会问我说你是不是有画错了 我没有 这里是不是28649 你说28649为什么在下面 那28248为什么在上面 对不对 因为VIX恐慌指数它本身针对国际金融商品 它有领先的功能 它会领先 它会领先涨跟跌 也就是说你看到恐慌指数在攻 我跟你说 那个米国构期肯定东倒西歪 跌得乱七八糟 可是相对的 你如果看到恐慌指数在跌 在跌 美股会大涨 所以它在跌 道雄会怎么样 会涨 它在涨呢 它在涨 道雄会跌 所以道雄是不是暴跌 在上个礼拜暴跌七百点 在礼拜五嘛 各位回顾 在1月31号上周五 我们台北国是太阳了对不对 然后礼拜五晚上 美股会是哇七百七百点 有吧 好 所以再看一次 发现了什么事情 因为恐慌指数先攻底多少 十九啊 恐慌是不是往上击涨 那美股就暴跌七百点 就这么简单 所以它在涨 美股肯定的漏 它在漏 美股肯定的跌 那你就要观察 你说它为什么要做反向 对啊 我也觉得 就这个真的是故意的你知道吗 我根本一故意的 它故意的 它让你搞不清楚 但是你一定要懂 所以目前在28399 你就背个整数就好了 刚才今天早上恐慌指数最新报教在18 28 刚好在中间 那你就看到道琼呢 两万八千三百九十九点 对不对 对 好 那你不用管它 胸有成竹 每个人都会讲 每个人都会背 那我们要回顾 什么叫胸有成竹 就是说我要画一个竹子 我要画竹子啊 对不对 我要知道竹子长什么样子 我才画得出来嘛 没有错吧 如果说举例啦 我没有吃过荔枝 我这一辈子没吃过荔枝 那我怎么跟你解释荔枝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那一样的道理啊 当你面对金融市场 胸有成竹 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 你要先有个架构 你才能做判断 这个判断不能用猜的 而是你就真的照着真实 我们讲过同时指标叫量价 成交量跟成交价 利用量价 我们不就得出两个点吗 一个叫28649 一个叫28248嘛 也就是说 每股到穷工业指数 如果可以站上28649代表紧接而来 国际股市还是个大涨 还是个大涨 那相对到它不能跌落2828 那各位问我 我怎么知道它会到649还是248呢 那你就观察恐慌指数啊 你就观察恐慌指数 来举例 来各位 你就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我会贴在Light 8上面好不好 好 那再来从下个月开始 要跟所有的好友 Light 8的好友 做个报告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开始就拿掉了 因为我们会转到Telegram 就是另外一个行动系统 你说你干嘛没事找事做 因为没办法啊 因为我大概简单算了一下 我如果持续使用Light 8 从三月份开始 Light每个月光是我一个人 要跟我收费 一个月我算算的 差不多要20几万的 我每个月付给Light 我要给他20几万 所以各位抱歉 不好意思 从下个月开始 只有这个月我们陆续 我会通知大家 陆续要麻烦大家转成Telegram 好不好 因为没办法 不是我要找你麻烦 是Light 他找我的麻烦 我一个月要20几万 光是发Light给各位 Light 8给各位 下个月开始 不只是我啦 你看所有的分析师大概都一样了 因为费用会变很高 以我们为例 我们费用会很高 所以拉近 我会在今天的Light 8 今天的 你就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我会把网站贴给你看 好不好 你就到这个网站 然后你去观察 这里面 它会有所有商品的即时报价 即时 我举例 这是道琼电子盘的即时报价 目前 目前这一秒钟是涨19点 79点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Vix 来 这里是不是17点85 不好意思 跳广告 现在最新 在早上8点半之前 我看是在18啦 现在在17点85 18到17点85 请问它是往下还是往上 没有啦 8点半在17点85 8点半 现在9点 9点在18 所以Vix是 没有啦 8点半在10 8点半在18 9点在17.85 所以它是不是向下 那向下代表国际股市就看涨 这样OK吗 所以我过来看 你可以抄一下 对你在未来这几个交易日 你会比较轻松 就是说最起码 每股在波动的过程里面 你就记住 第一个 如果看到琼 约略是28649跟28248 然后再来 你可以利用恐慌指数 它会领先 它会领先啦 所以你利用这个领先指标 那你最起码 你就胸有成竹 你就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模式 这叫一 第二个 我们在昨天提过 我举例 好 各位请看 我们昨天提到 昨天美股开盘暴跌 那一度在9点到9点半 最低跌到11138点 对不对 最低跌到11188以下 还往下破 来到11 昨天最低是11138 好 那我们的看法 它一定会反转上扬 那紧接而来 这里该怎么看 好 所以我们持续 来 各位看这里 看这一张就可以了 快一点 来 各位请看 慢慢看 好不好 你慢慢看 停在这里 你要做个笔记 做个笔记 对你一定会有帮助 不管对跟错 我认为是不可能会错 但是你最起码 你才有个看法 首先 这个礼拜 一直到礼拜五 主要它的区间会落在 11356点 也就是今天 纵使台股有压缩 向下压缩 那你不用急 你就看11356 好不好 向上 如果它向上 那记住 很重很重 重到不行的反压 会在11667 就是说 它的整个区间结构 市场成本 一定压在这里 不可能会错 我告诉你一次 不可能的不对 你说肖文明 哪有那个不可能的不对 因为我不猜 不猜 如果 我们看这张图 如果这个数字 我是用猜的 我肖文明用猜的 那我告诉你我一定错 因为我猜不准 所以我也猜不中 那肯定就猜不到 对不对 那因为我不猜 我们就真实的 用一个非常简易 并且 我已经交了20年了 有效的评估方式 首先 我们去看 近期的起障点 是不是10180 对吗 那最高是不是来到12197 所以在昨天 它有机会 来到11188 这不是个天大的买点吗 没有错吧 好 再来 所以你会得出多少 11356 这个11356怎么来的 这个11356就是昨天 昨天 昨天开盘没有11138 我怎么会知道11356 我不知道嘛 所以我一定要等它 最低点发生了 对不对 好 昨天最低点来了 11138 然后我们看上个礼拜五的最高点 是不是11594 这保证不会错的 所以台北股市的多方 多方观察点不就在11356吗 一定是这里嘛 好 再来 那如果现在11393 如果都不来356并且往上涨 那又该怎么办 那就是11667 那为什么是11667 各位静静地看这张图 为什么 一般我们参加考试对不对 最好就是你就给我个答案 我就钱上去就好了 不可以这样啦 为什么 我今天告诉你答案 我可以告诉你一次 告诉你两次 告诉你一百次 那你为什么 你就学起来就好了 你就不用听我的 你就自己算啦 我这样说对不对 我敢有法宴望坐在这里 也不可能嘛 所以你就自己算 你怎么没自己算 你那种人要为积分 为个头啦 国小三年级你就应该 四年级你就应该要会了 国小喔 好 你是往前看 请问最低点多少 阿呆也知道是11138点 你好厉害 那你再告诉我 已经发生的最高点在哪里 那最高点在12197 那就好啦 如果你啦 你啦 你跟我一个是做多一个做空 一个从12197空到11138 没有错吧 另外一个呢 从12197买到11138 那买跟卖的人 他的平均交易价 到现在截止会在哪里 我跟各位保证 我不可能会错 他一定是111667 这怎么错 你缓驳我 不是 金融市场 尤其是我们从业人员 主管机关在盯我一直在盯我们 就是我们不能互不说话 你知道吗 我们本来就不能乱讲话 我们造成不特定大众的蒙受 乱七八糟的亏损 所以讲的东西必须要放诸四海皆准 所以不成猜 那既然不猜我们就简单 并且非常有效去换算出 它的真实架构就好了 干嘛猜 所以你往前看 最高12197 往前看 最低不就11138吗 所以这个过程 市场的平均交易价 一定是11667点 也就是说以目前台北股市往上 必须要能够大涨240点 要大涨240点 来 甘苦台积电没够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 你说他现在平均 对啊 所以他一定 来再来 华邦 万宏 这都有法说会的 这些股票要能够表态 不管是在法说会前 还是法说会召开当天 甚至于法说会召开之后 这些受惠于这次武汉 武汉效应 得有证明 转到效应的个股 它必须要能够在紧接而来 未来这几天 最強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就有机会 台北股市挑战多少 看一下 叫11667点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更有意思的 来 看一下 所有的赖好友 包括所有的会员 这是昨天研究报告 我们昨天节目上也提到 这很有意思 为什么 我们从9月26号 我们讲过基准点很重要 就是说你在做联动比对的过程里面 一种叫特定日期 特定日期 一种叫重大议题 不一样 特定时间跟重大议题 它的比对点就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分开做观察 所以我们特别在昨天 帮各位做分享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重大 近期最主要是在去年的9月26号 因为台北股市正式转强 是在过年的高月期 跟国际股市做比对 你没有比对 你怎么知道它转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观察到上个礼拜五截止 就是上正开盘之前 碰碰碰碰 不管是嘉权 道琼或日经 大家全部停在4.5 对不对 那我们再比一个比较重要的 各位请看这里 好 我们再来 我们用制式的 什么叫制式的 制式的就是说 我用特定时间 什么叫特定时间 每一年的12月31号 每一年的元旦1月1号 这样OK吗 每一年的6月30或7月1号 这种就叫特定时间 好 那么我们如果从特定时间来做观察 好 来 各位静静地看很有意思 你要静静地看 这一个是 你绝对想不到的事怎么有可能 它还真的发生了 也就是说我们把去年全球股市的封关 去年2019年是12月31号 那把几个跟台北股市比较主要相关的标的 12月31号给坑作会 分别把美股道琼 把找我们一个中头开盘的日经 跟这一次大家睁着眼睛在看的上证 通过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放在一起我就觉得说 这样莫名其妙 真的是莫名其妙 不然你台北股市也比较加油 我说正经的啦 你说有什么 来 你再看一次 不然现在是怎么 不是啦 这12月31号 我在31号我把上证 把加权 把道琼 把日经 但是你先不要去管 外资昨天油麦转买 那外资为什么油麦转买 你就看着他就知道啦 就知道为什么啦 这这 这12月31号 我把道琼 日经 加权上证放在一起 然后呢 台湾是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 对大陆这一次武汉肺炎发布疫情的 我们是第一个 我们反应最快 真的啦 大陆也要感谢我们 因为台湾率先了 然后呢 接下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 不就紧接地就要求 对不对 武汉 这里就要封城了 那属于一定是这样 他这一次反应也快 是因为我们台湾率先发动 所以呢 好 我觉得这个疫情 可以很快有效控制下来 当然在心里面 大家会受到消息里面的冲击 好 关键在于 那这次发现什么事情 不然这根本有合力 你有怎么看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现在就加入不得投步 让您迎载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您的理财专家 不得投步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起货分析式阵容 多空双抢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洽询电话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 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一样都看着他 首先呢 这是昨天的道雄 对不对 这是日经嘛 那日经我制图是在昨天晚上 那各位我们看现在 现在日经指数大概涨八点 大概算平盘了 就说日经去八点了 所以日经现在即使 是不是月略还是在这里 因为变盘嘛 对不对 那嘉玄是不是往上涨 嘉玄 嘉玄这不是去0.86 也就是说道雄在这里 日经在这里 日经平盘啊 所以即使现在平盘 那嘉玄是不是往上补涨 他当然也要补涨 不然现在是怎样了 我会请问各位 从2018年 不是19年哦 2018年的9月 爆发中美关税协议的纠纷 没有错吧 它是2018年的9月 开始引爆的 到目前截止 包括这一次的湖北的 这个所谓的肺炎的 这个案例 如果我们整体来看 台股上市柜公司 应该是受贿 受贿远远大于受到压抑 可是我们来观察 如果假设我们拿去年的年底 当作基准日 就观察到 这是到昨天 那你今天把它加上去 道雄就在这里没有动 日经因为现在平盘也没动 那嘉玄不就补涨 他当然补涨 这里理论上是不是应该 标准是通通应该维持在一起 那现在若以道雄当作基准点 那么嘉玄这叫负乖离 那请问是嘉玄负乖离大还是日经 当然是嘉玄 这叫负乖离太大 没不对吧 再来 这是要上证 那现在是怎样 这是上证指数 如果上证昨天跌7点 7个百分点 哇哩呢 不然现在是怎样 不然我们叫做武汉 不然我们叫做湖北 不是吧 结果台北股市跟上证在同一个位阶 那你也比较正确 你自己用这种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有什么好猜的 那台股再怎么差 你也跟日经贴在一起吧 我的看法合理吧 我没有说你 马上维持跟完全跟 其实长起来 我们如果去观察 从2018年的9月份开始 那理论上一直到去年年底 台北股市主要是以道琼当做轴心 那么上下来回波动 那一度 一度啦 常态性 台股市都比道琼来得强 比道琼强喔 那这次因为当然啦 我们跟湖北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隔了一个上海 隔了一个安徽就到湖北了 梦对吧 所以你说我们受到冲击 这个我能接受 那股价呢 目前呢 我的看法呢 跌幅有偏大啦 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做比对 不是非常的一个正向 那怎么办呢 跟各位做个报告 我原本喔 你就照着PSY做喔 我说一次喔 我拜託你喔 所有的会员喔 你喔 我们比较单纯啦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猜测 金融市场未来的走势啦 反正你就照着做 照着什么做 PSY PSY正五十站在空方 负五十站在买方 要等正五十喔 没有正五十你不要空喔 然后负五十你就站在买方 那每一笔都要做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操作上 第二个针对所有的朋友 我原本是打算 这个礼拜要排说明会 可是很多人拉着我说 你卖板啦 人家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 跟各位先做个报告 这个礼拜的说明会 会照常展开 但是我们改成线上说明会 好不好 那届时呢 我会在节目上跟网路上 先跟各位做个报告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系统 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财云广兴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55-808-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式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 贵局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您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车怎么开门啊 几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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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